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早晨 欢迎收看星期六问责 以及收听星期六问责 我们今天要讲一些很热门的话题 不如先跟大家讲一下天理 现在身体气温18度 湿度8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陈吉祥 早晨 郑明 这个星期三财政司司长 公布财政预算案 本届政府最后一份预算案 今天邀请三位立法会的党魁 党的主要人物 重要人物 谈一谈关财政预算案的期望和评论 三位先介绍一下 好 第一位是周浩鼎 民建联 大家好 早晨 第二位是自由党钟国斌 早晨 早晨 各位 第三位是民主党的胡志慧 早晨 早晨 各位 是罪名成立的 另外有一项关于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罪 陪审团就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 而另一项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 陪审团就说因为无法达到有效的裁决 所以法官也宣布会解散陪审团 就着已经成立和不成立的一项的公职人员 不当罪 想问三位对这个裁决有什么回应 或者我先说一下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律师 其实当然我们法庭有判决 我们一定是尊重的 现在我们看三条贷决 现在有两条贷决解决了 还有一条可能朋友都会问 为何陪审团不能达到共识 或者之后会如何 程序上如果陪审团不能达到例 例如举例没有7比2没有8比1 不是一种大比数通过的情况 如果他们达不到共识 基本上是有权直接解散 做不到 现在我观察 新闻都说 他应该重新设计九人的判决 下星期一会再一次开庭 当然题外话说 可能陪审团之间 有些朋友 大家一直看着这宗案 我们这样看 都商议了很久 老实说可能他们很难达到共识 可能大家都对这些事情有些质疑 所以做不到共识 最后解散陪审团 再找另一队的陪审团再做 但可能有机会 也有机会是这样 可能是 事实都放在这里 可能是这样 但他们可能达不到共识 或者有些质疑过不了 大家说不通一个最后的大比数通过 可能有机会 可能最后的结果 都跟现在差不多 但我想问 对于有一项的公职人员行为 不当的罪名成立 你怎么看 那是因为他说没有申报 我没有看错 是归宏团的 因为他分开 如果我没有看错 他应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这条罪 针对他可能是他没有申报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收受利益 所谓的指控 就是他收受虹团的利益 拍牌给他 但好像收受利益 大家还未知道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还要代审那件事 没有申报的就中了 我想这个也是程序上 因为我没有跟随整个案子的情况 我也觉得可能 这个应该都是大家 可能陪审团最后看到 证据比较明显 所以他进入了 我也留意到 另外一条罪是申报的 他说何周磊 那个反而是申报的 当然我们很难说 这样去揣测或者解释 究竟陪审团到时 怎么想或者成立 第一我们没有在法庭里面 一直跟随整个案子 但我们是尊重判决 是的 但在罪名之外 我想问另外两位 其实对香港的影响 大家觉得会不会有什么 因为我们是首次 一个行政长官 最高层的香港官员 有些人就说 担心影响 第二天政府的管治 形象 甚至外面会怎么看香港 现在证明香港的司法很独立 总之在法律之下 人人平等 无论你去到哪个位置 如果你真的犯了香港的法律 都会受到惩罚 当然在申报权这件事件之后 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说李格林大法官 处理检视特首 在这些刑事条例里 是怎么处理的 因为事实上 很多灰色地带 亦有一连串的建议 出来了 现阶政府梁正英曾经说 会做的 立法去监督这件事 但到现时为止 他现阶完 他都没有做 所以这件事实际上 我觉得是需要做的 你也看回 现在的参选人 只有其中一位有提及 这件事 亦是准备会做的 如果当选的话 我觉得对未来特首 反而是好事 因为有些事情 灰色地带 清楚了 连他也应该是受监管的 没有一个人 有无相权威 可以避免这些 贪腐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这些应该是 我想再补充一下 中国斌那点 第一个判决本身 当然反映了我们的司法独立 也反映了任何人犯错 都不能逃避法律上的制裁 但从这个过程 你会看到 现在过往廉政公署 只是由这个 沿用过往英国定下来的做法 向这个 那时候是港督 现在就变成行政长官 由一个最高的指示 做法 或者向他汇报的结果 我想这一部分 也可能下一届行政长官 要认真考虑 除了把第三和第八条 即第三和第八条 应用范围扩大到 包括行政长官以外 还可能要再看一看 是否为了要确保独立性 确保就是说 就是那个过程里面 真是能够体现到 有人平等的问题的时候 是要将这个 这个部门 是由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 是组织制度的方式 是作为一个监管的安排 就不像现在这样 向这个行政长官 就是向他汇报 我想这个 更加体现到那一点 其实刚才中国斌也说到 现在这么多候选人出席 只是曾俊华一人提到 就是希望将防毁条例 第三和第八条 扩大去特首 出现曾蔭权这个案子的判决 大家在接下来 还有很多拉票活动 你觉得这件事 你会否作为一个诉求 是会提出 希望其他的参选人 都会提出来 将那个 希望内界的政府 能够真的落实这件事 有没有这样的要求 即是你觉得这次的案子出了之后 如果民主党自己本身 一直都希望第三和第八条 能够适用范围 是去到行政长官身上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 曾俊华在自己的政綱里面 有这个元素 其实都会令到我们 更加可以在政治制度上 和管治的未来上 对他有更多的信任 当然了 通过这次判决的时间 刚才我们提到 我们还要再看一看 可能要再比较一下 究竟现在这种 廉政公署向这个特首 去汇报 去寻求一些指引的时候 他的做法是否应该进一步 加强獨立性 令到因为有三和八之下 是适用了 但如果这个制度上 仍然是他向行政长官 作为汇报 那是否仍然会有可能的冲突呢 即是你的冲突呢 所以我想这一步是要再研究的 周浩鼎 你们的选委会有很多票 有没有要求候选人要做些事情 我观察 第一根据今日曾荫权这宗案 当然大家都明白到 香港的法治精神是很可贵 天子犯法都遇事民同罪 我想这宗案是完全体现不到出来的 也都随着这宗案的审结到来 我都预示到 可能大家对于相关的条例 有机会可能想去做一些修改 或者改动的诉求是会大 你说往后的日子 是否会拿出来在下一届的政府 作一些更深入的讨论 我想这个我都预计到 可能会这样发生 以往曾经都有些说法 例如有些建议 比如说究竟他是不是 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正如刚才胡志偉就说 他是向行政长官报告 还是曾经有个建议 是否应该由法官 组成一个委员会 向法官的委员会报告 如果牵涉到一些情况 我想这些都是不同的选择去想 至少我想随着这宗案件的事件 发生 这方面的诉求 或者这方面的声音 必然会增加 我希望大家会去谈谈这件事 有些意见就是说 担心今次这个判案 会影响公务员的士气 其实会不会有关系 你们觉得 我觉得对公务员来说 最重要是尋規道具 甚至尽量避免一些 在自己的制度里面 去谈取自己个人利益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这件事件的判决结果 其实更加反映了 在整个公务员架构里面 在整个政府系统里面 如何能够 是确立到有规有矩的情景 换言之就是任何人 都不可以逃避 是这些规矩上的要求 要作他自己的所有盡责 就是回报好 申报好 这些我想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作为公务员系统 都没有规模矩 有很多是后门好 或者很多活门的话 其实反而大家更担心 而对公务员来说 可能更加难做 因为今天我跟规的规矩 原来明天就可能有些变化 我也不知道 或者有个人可以有些事情 是重新传释过 然后又变成另一个决定 这些是很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对公务员来说 一有一个是一视同仁的状态 二是确立了 有规有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大家都应该遵守 鍾國斌 还有我觉得一直以往 香港的公务员团队 在世界上来说 都是很高的链接度 还有以前由七十年代开始到现在 用高薪仰廉的方法 事实上效果是有的 当然最近这几年 例如好像许事人出事 今次金人曾任权出事 反而是一些最高权力的人 反而有事 所以变成了 有提到有个检视委员会 李国能大法官领导 而亦有一些建议出来 我相信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应该下一届的特区政府 怎样都要去做这件事 去落实这件事 其实昨天的法庭 另外还有一宗很触目 关于所谓七警案 判了七个警员 罪名是全部成立的 这件案子也想大家发达意见 其实最重要的其中一个 似乎很多人都观察到 这件事似乎令社会更加分裂 和意见更加不同 很不同 有些人觉得应该这样做 或者有些人觉得太重 警队和舆论 在市民都是这样的 大家怎样看这件案子 终于好像画了一个句号 但也衍生了另一个问题 社会的对立气氛 就是因为这样 可能更加激烈了 或者周豪鼎你先说说 或者我也回应一下 因为昨天在立法会会议的辩论 我也有说过这件事 第一 我自己作为一个律师 我是必定尊重法庭的判决 这是法治的精神 但同一时间 我也是一个意见 就是对于判刑是两年 我自己认为是真的太重 我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 第一 襲击至人身伤害这条罪 如果以往看回一些其他的案例 最轻可以去到社会服务令 去到两三个星期的监禁 或者去到可能三个月左右的监禁 都有很多这些情况 当然我是明白 法官必定要考虑到知法犯法最佳一等的考量 因为公职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可能做了这个犯法的行为 是会用这个因素去考量的 所以刑是一定会重的 但是我提出的问题就是 两三个星期和两年 我说这个距离 确实是比较大 是重的 但是问题是 是不是去到这个距离呢 就是我们提出这个疑问 昨天就算是在电视上 我看到汤家驊 他也有差不多这个观点 他也说究竟 就是预计是知道有机会 因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 这个考量都会重的 是否很错 但是是不是这个距离呢 就是说到两年这件事呢 还有另一件事 也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其实涉事的警员 也不单止会接受判刑的处分 他稍后也有内部的处分 对于他们的所谓退休金 或者长榜都会被剥夺 其实老实说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惩罚 当然我会这样说 他如果犯了罪 当然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 从事件的另一面去考虑一下 因为这件事 可能会毁了他们的一生 他们和他们家人的一生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个角度 去想一想这件事 还有当时实在是佔领的期间 我想所有的警员 都是面对着很长时间的执勤工作 也都面对压力很庞大 因为示威者的挑衅 那种的侮辱是很多时候的发生 也都可以很严重 他们的情绪 可能在精神状态都会去到爆炸 当然我也看到 可能法庭认为 不去考量这个因素 但我只是想指出事实 当他们这段时间去做执勤的时候 所有的警员 都是面对这种压力 中国兵你觉得这次社会 可能因为这个判决更加撕裂 对立很重要 是否真是很私利的对立 暂时未见到 但意见一定有很多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觉得 需要判决这么重 虽然是 当然他们犯了事 也有些人评论 有些市民扔砖警察 在旺角的暴乱事件 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有些判决出来都是很轻 那些就是伤害警察人身的事件 那些是伤害执法人员的事件 为什么判决出来的结果 又不是那么重呢 当然未来还有很多这样的个案 因为在旺角事件 甚至乎在占中事件 有些拘捕了的人士 到现在为止 都未去到审决的情况 我们看看到时 法院的判决 会不会是同一个标准去做 还是有些忽然之间 判了出来都是社会服务令 或者守可行为的损数 这件事我相信 法院也要去考虑这些因素 但会不会是一个有公权力的人士 和一个市民的分别 所以那个考量的形象 其实就是在于那个观点去看 当然周浩鼎说得对的 你自己是执法人员 你知法犯法最佳一等 这个亦是事实 但是问题 亦是周浩鼎所说的 是几个星期和两年的分别 距离很大 这个事实上 亦是很多市民和我们反映 就是说 用不需要判决这么重 第一 我想大家无论如何都好 都需要尊重法院的判决 我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 我有另一个位置 我觉得大家都要想 如果你在執勤的过程里面 譬如说我要制服某些人 你用的手段是会不会过火 这些可能大家再进一步去评论 但当时处境的理解就是 我们叫曾建超 他已经被制服了 而被制服是预备送上这个 当时在旁边有一个旅游巴 即旅游巴 预备送上去 接着下一步 就是所谓的 打回警署 打回警署的程序 在这个运送过程里面 是出现刚才 我们在镜头上所见的现象 就是有五名的警察 决打脚踢 我觉得其实法庭的考虑 就算我将所有的事情 加在一起去想也好 也不应该是一个制服 你可能觉得会冲击到警队 或者警员和同袍之间的人生的状态之下 是出现这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执勤的过程里面 大家有一个可能是用的是尺度 有偏差 有一个多点和少点 都还可以有得争论 但到了那个时候 已经被制服了的时间 你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 因此我觉得这个 也可能是很清楚 我觉得警队也应该是要把握这个机会 其实你作为一个有公权力 执法人员 在处理一些公众秩序的过程里面 究竟应该是走到一个什么的位置 去防止秩序进一步惡化 郭智惠 按照你这么说 你其实是不同意 你听两位说的量刑是太重量刑 我觉得我尊重 还有我觉得量刑的考虑 应该包含了这个元素 所以才有这样的结论 这样子就是说 我去抱歉 我没有看过整个刑是如何 但如果从一个表面的角度 或者我作为市民好 就算我们想一件事 我要加上这个元素 所以我会觉得 两年是否太重 这个可能再争议 但倾向是用一个比较紧一点的 处理方法和态度 以一个量刑去显示 就是说 你作为执法人员 作为一个公务人员 警务人员 你在处理这件事的时间 特别是当你面对被制服的 你当是犯人 都不应该有这种手段 看到警务局内部的声音 就说希望就着这件事 有些警员就说 不如我们上街行抗议 当然警务局处署长 也叫大家沉着应战 各种事情 但会不会影响到 刚才说的社会撕裂之用 和市民和警员中间之间的关系 不同 其实很多人是批评法庭的 今次出现了法官为什么要这么做 政府已经出现了 不可以这样批评 这些现象也是反映了对立 三位是怎么看的 我的观察就是 第一 当然我们对于法庭的判决 我们是要尊重的 这个因为是法治精神的其中一个部分 但当然也这么说 难免很多市民心里面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意见 或者不同意 这个也难免 就算我们看其他西方国家 可能在美国或者英国 一些很重大的案件判了出来之后 可能都会引发很大的市民的强烈反响 所以我想这件事 就算在西方很多民主国家 我们都会看到 当然你说是否要禁止所有人 不让他们连表达意见的权利 都不准呢 当然这就未必对 所以我估计反而应该透过这件事 我们都可以跟公众有个 应该有一件事可以再说一下 就是大家对于香港警队的信心 我们希望是告诉大家 是继续对警队可以维持一个信心 因为我们看一件事就是说 就算撇除这件案件 我们的观察观察看到 过往一段很长时间实在 其实香港的警察在执勤的时候 在处理一些示威 这些游行各种情况的时候 他们的表现和执勤都是非常非常克制 这个是公认的 我相信就算你要跟其他世界 其他地区的一些情况比较 我相信香港的警队 都有一个很高的声誉 就是他们很克制去处理 是专业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 对警队还有一份信心 明白 好,我们电话1872311 1872311 可能要到休息之后 我们回来再请其他两位去回应 好,回来继续有星期六的问责 介绍我们今天三位的嘉宾 就是有民建团的副主席曾豪鼎 也有自由党的党魁钟国斌 还有有民主党的主席胡志偉 先前半个小时 还想请两位再继续回应 对于我们还没说完的话题 我们补充一点 好 虽然我们觉得判刑的考虑 有一些元素是令判刑那么重 但我想有一点对前线的警告人员相当不公道 公道点说 在这段日子里面 有这么多社会的糾纷 我也很同意 警队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 很克制在前线的工作上 但大家都知道 作为警员的话 其实他一直都只能够由纪律部队 一定要很守纪律 而纪律就是来自他的上司 来自决策层 但在这个判刑里面 是不反映这一点的 因为我都说了 五个打的固员是最无可输的 但另外那两个是高级上司 他的上司 看着他的下属做这个行为 很明显地他都知道 根据这个警队的守则 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一制服了的一个疑犯的时候 但他仍然是没有作任何的 即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态度 是正视有同事 可能是自己的怒火 燒红了之后的一些反应 情绪的问题 他不控制的话 其实那两型应该有这些分别 他反映到就是 你作为一个是 紀律部队的上司 你的命令 你要承担的责任 是应该更大 而不应该跟前线的警务人员 是一时同仁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是对前线 他每天要面对这个问题 他收命令 做事 然后最后有获得的时间 跟你都是这么高这么大 这个反而是不公道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 是要这样的考虑 崔格斌 一直以往 大家看到这几年 我看到警队的水平是很高的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 这么多群众的活动 维持香港的秩序 事实上是做得很好 我当然明白 他们面对自己的同袖 忽然之间 受到这么高的判刑 大家不满 要情绪发泄 要上街游行 这些我明白的 但当然我们 刚才说过 他们这么高水平 香港有这么文明的社会 警队应该用一些 可以做的事情 例如帮他们上诉 继续支持他们 不是上街游行这类型的活动 始终到最后 警队在香港社会当中 所得到的信任 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本 如果这个资本 因为一直累積数的 对立 怨气 解不开这个结果 其实对香港社会 完全不是一个福气 所以我自己也很期望 就是警队的管理层 香港社会 都应该要看得到 就是警队 在我们整个治安的行为 其实应该一方面 要尊重他的专业 也应该加强他的专业 但另一方面 大家都应该有 重建那个互信 否则的话 其实就很难 将这个市场的社会 是修捕的 好啊 我们电话在872-311 大家除了可以打来 说说对于曾荫权案 或者是七名警员的案件之外 也可以说说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预算案 因为下星期三 就会有这份预算案 也是本届政府 最后的一份预算案 其实我也搞不清 究竟是曾庆俊华负责的预算案 这个初稿 就是陈家强 就是现在的陈茂波 不要紧 都会出的了 所以想问三位 对于这份本届政府 最后的预算案 有什么期望 七号鼎 我因为据了解 报章也报道过很多次 今年也有很大笔的盈余 当然如果你有比较大笔的盈余 我们希望有些纾困的措施 我们希望它能做 可以做 例如一些基本本 可能以前有的公屋 可能免租过一个月 以往有 后来没有了 但如果有很多盈余 是否可以有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想的 另外有一些 比如说中小企 它有退税 往年也做 都有上限2万元的退税 当然我们希望 如果有这么多盈余 就继续能够维持 即是给中小企 相关的退税 或者新捧税 可能的退税 是否都有机会再提升 特别是小孩子的教育 我们一直都说 就是小孩子教育 是否可以增设免税额 因为你知道教育开支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都比较大 我们也希望 起码你付5万元的免税额 给这个教育开支 其实是否都可以 舒缓到很多家长的诉求 如果你说有很多盈余 除了有些基本派堂 书困的措施之外 我们当然也希望 他有长期的工作去跟进 长远的投资 我因为最近 我在这次立法会大会 我也提出了一项建议 对于发展高增值航运业 我也亲身跟很多业界的朋友 接触过去谈 其实他们告诉我们 现在政府有个海运 及空运人才培份基金 这届政府就放了一亿 以往没有的 他都很重视做了这个 但是我们知道 业界反映给我们 这个一亿其实不够 因为要用整个届 现在培训到受惠的人 都不过2500人 但现在业界告诉我们 是严重不足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 投入资源去做 是要再加码的 我觉得这些 其实对于发展香港 一些长远的产业来说 我觉得这些投资是值得的 我觉得不如松手一点 因为预算案有个特点 其实是下届政府要换 很快去一起去一号 到底那些长期也好 短期也好 或者是否应该 真的安排这么多长期的 項目的承担呢 中国斌你觉得这个方面 你怎么期望今次的预算案 应该要怎么做呢 因为过往九年曾俊华做财政司司长 他的手法大家看得到 也猜得到 当然他很多时候一次性派堂 但这次是陈茂波 大家不知道他的处理方法是如何 以及以往财政预算案 之前几天 政府本身也有一些风放出来 会怎么怎么怎么 但现在我听不到什么风 是吧 所以暂时是猜不到的 不过我看回到施政报告大概 政府除了一些福利政策 他说会增加 但当然未有数字 是增加多少 但在施政报告看到的数字 就这样都有300亿他想花 其中有180亿就在这个 创新科技局那里 想多放一些钱在科研那里 但这个当然是需要 因为未来的产业发展科研 大家都看得很重的 亦希望可以做多些 但如果在整体 香港的GDP来说 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少的 是0.7% 如果相对比西加坡 那些是2% 你起码要花400亿以上 如果是这么丰厚的财政盈余 现在估计大概有七至八百亿 加上本身的财政储备有八千多亿 去到九千亿 原来过往两年政府有些估惑 就是金管局外汇基金的利息 没有派给政府 那里有七百多八百亿 加上金管局外 就是一万亿 很厉害 很厉害 一万亿 超过两年多政府开支的处备 所以带手去投资在不同产业 尤其是科研 我觉得是需要的 我觉得这是两部分的考虑 第一就是财政预算案 它原来的经常性的开支 其实应该是规划的 当你有八百多亿的额外盈余 其实大家都看到 这个绝大部分的钱 都是来自尾了几个月 那些大手的卖地 在房地产上的双辣椒之下的结果 我觉得它应该是分两个部分的考虑 第一个部分就是 过往的纾困的措施 正在浩鼎所说 是没做的 没有做的 做过的 其实都应该是做的 作为一种与民共享 经济成果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 这个纾困措施 应该是想办法做到 每个人都有一些甜头 减少 就是说过往做完之后 突然间 原来有些人不受惠 这一样又不是 那样又不是 那样又不是的时候 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这一个 其中一个 我想方向上 应该是包含 所有的香港市民 都应该有份 去分享这个部分的成果 多少是另一件事 第二个就是 你八百多亿 用过往经历的话 这里都是四百多亿的 一个纾困的金额 剩下的钱 也应该要用投资的角度 因为投资的角度 有个好处就是 它会在未来 创造新的产值 或者意义 譬如你投资到教育 投资到高新科技 而这个我相信 无论是哪一个 未来的特首要做的话 他都会承担 当然另一部分 就是如果牵涉到 一些硬件的资源 譬如举个例子 我们的安劳 缩位床位不足够 那是不是都好像 可以用房屋建设的方式 看得到未来的福利需要 特别是院舍的设立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 硬件需要的时候 这一道政府 是不是也可以 做医院 做学校的做法 我们将有的资源 划出一个数字 变成了 那些资源竞逐 不用每次都 跟整个政府 所有的项目去竞争 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这一个特首可能觉得 体育园区很重要 那个特首觉得另一些很重要 但是可能是其中 因为其中一个饼这么大的 折来折去 这样子就是说 我觉得在这些环节上 如果那个财政司 可以用这个方法 处理那些有的财政盈餘的话 也是帮到社会 是确认了政府的关外 是真是到位的 也都确保就是说 如果面对任何经济逆转 这些资源都会到位 不会因为经济逆转之后 这些资源是不到位 影响了服务的提供 其实今年刚才几位都提过 我觉得预测应该会有一个挺大的盈余 也应该是连续很多年 应该是十年来 好像都是每年论得到这样的盈余 而且也是挺大额的 我们面对现在这么多钱 这次特首选举里面 过程也有人说 到底应该如何善勇一些 或者有些长远的投资 是否应该去做 那几位代表政党可能不同的看法 其实对于长远的项目 你会否觉得 希望这次预算案要做 或者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要提出某些诉求 不需要再留下这么多的储备 应该如何善勇 这个问题上怎么想 或者我先说 我自己反而觉得 这件事可以轟一轟去 下一届政府 尤其现在因为特首选举 如果你说到一些很长远的 投资的项目 我想真的要落手落脚 落实去做 就是可能下届 因为现在特首选举 还有一个月左右 就要做 反而在这里值得说 我印象中 林郑在她介绍政纲的时候 说她也有一个新的理财哲学 对于过往 特区政府相对比较保守的 财政的观念 她就有些看法 亦都这么说 可能我们当然要遵守 基本法给我们的框架 告诉我们是量日为出 尽力去做好这件事 尽量确保香港的财政健全 这个一定 我们也不是乱那么大 千万不能够这么做 不过过往 是否有给公众一种印象 可能是过于保守 现在似乎也有候选人 刚才我说了 林郑可能提出了 她有一个新的理财志堂 未知的 未知的 现在可能也要等她再深化去说 但是可能公众对于过往 太过保守的财政理念 可能也的而且难免有些看法 我也期待下一届政府 希望能够有这种新的想法 无论谁做也好 我都希望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你这么多的储备 但是很多长远的投资 你又未必肯去做 很多时候可能是短期的 派堂纾困 我想这件事的确是会引起 一定的市民的意见 中国斌 你们怎么看 自由党是否应该多花钱 第一件事 过往几年派了两千亿堂 在社会福利上增加了50% 由四百多亿到六百多亿 这是每年支出的 不是一次性 做了这么多事情 花了这么多钱 但是在社会的感觉 他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受惠 这是最惨的 大家感觉香港贫富元帅很厉害 这些城市 这么富裕的城市 又有劏房又有龙屋之类 这些政府是要改变的思维 当然有很多市民都希望 退休保障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不可以 承担力更重 还在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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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现时的情况来说 你财商储备这么富裕 这件事不需要考虑 当然有两位候选人 甚至乎分两层的税基 有些比中小企 赚得不多的收税 比率也是降低的 这些都是有些改变的 当然大手投资 刚才说的产业 尤其是科技 甚至周六鼎说的行业 这些是需要的 领导产业多元化 才可以改变现在香港的经济情况 我补充一点 因为在理财上 我们也不可以不考虑 经济周期的影响所带来的问题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有一些很长期的问题 其实特别是我在说的 譬如是院舍的建设 一些我们叫长期的欠单 其实每一次我都觉得 既然只是欠单 我就宁愿政府有钱的话 可以好像房屋 政府撥了二百多亿 是作为未来十年 长期房屋计划的 起房子的资金来源 医管局说我要拿二千多亿 就是十年建议医院的计划 这些是我们长期的欠单 应该找数的 同样在福利的工作上 我们有些长期的欠单 譬如软舍不足的问题 这些其实是否应该 是要确保它们 不要在任何经济周期的逆转之下 受到影响 大家才觉得安心 而这个所谓的备用的资金 仍然是备用也好 是有个明显的路向 要来怎样用 我觉得大家这样容易寻找到共识 就不像我存储 但万无目的地存储 如果万无目的地存储 你就避不开 那个问题就是 为何你不用了它 但如果你已经知道 有些东西是需要长期去处理 去划算的 那你划算的钱备用 去确保它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因为那些事情是不会 因为经济周期的影响之下 是没有了需要 甚至可能更有需要 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如何能够确保一些 社会上民生的需要 它可能需要长期的建设 但是它如何能够通过我们 有这么多钱的时间 是好好规划那些钱的运用 确保它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仍然能够正常提供它的服务 以及它新的设施 去应对新的需要 另外有一个可以提一下 因为今届政府最后一期都提了 会考虑取消强积金对冲的问题 我都了解很多中小企 他们对这件事都有反弹 他们将来有很多 中国斌是专家 可能他也有很多意见可以说 我中间路线想一想 既然政府有相对大的盈餘 如果财政上可以负担 是否可以将来想的方案 或方向就是承担 在这件事上 政府多下水承担 因为最早期我们听到政府 会不会一开始 如果想划线取消 政府会承担一半 另外就是业界 可能雇主也承担一半 但是老实说 你一开始就叫业界雇主 可能已经承担一半 而你本身可能财政上 你容许可以承担多些 其实是否不用一开始 就叫雇主要承担这么多 或者政府可能一段时间 全部下水 是否也可以起码给人一个准备 因为据我了解的确 中小企对这件事 都是有很大的反弹 但他怕将来对他来说 是背好重飞 我相信阿公中国斌很多意见 可以等他说一下 但是简短一点 当然取消强积金对冲 是很大的问题 但仍然是解决不了 现在现届政府也好 未来特首参选人 每个都说政府应该要下水 这个已经有共识 当然至于下水 那盆水有多大盆 但是当然要谈 不过我觉得 起码政府拿出来 有一个总资基金做了之后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政府如果有钱 很多问题可以解决 那是如何利用那些钱 去解决问题 好 我们很快要听一位听众的电话 请大家带起个电话 我们有王先生 早上王先生 是 早晨 我想讲回《七警案》那里 其实我讲回曾健超 其实当时他在一个专业社工 他自己在挑人 警方当时他可能 政治环境很什么 可能一时或者比较冲动一些 搞了警察事件 还有审判那里 其实美国那边的警察 有些事发生 有些大法官 还有一些警察 是有些外公的 或是他们去参与 有些警察 那些事件令到警方沒有了事氣 其他以後發生一些政議事件 他們放著手腳 整個社會都很動亂 本身是很客觀的 對警方的事件 找陪審員制度或者大罰官 不要說是一個很主觀的事情 他只剩下五個星期 譬如在專業社工作挑釁的事件 我想大家也客觀一點 謝謝黃先生的意見 黃先生主力也希望整件事可以客觀一點 相信這個大家都同意和有共識的 我想在這裡補充一點 正如剛才的聽眾可能也提到 為什麼警方在執勤的時候 面對這麼大的困難 或者他們的壓力或者精神狀態 或者情緒會去到這樣的爆炸點 某程度上也是因為在示威的過程當中 其實示威者對他們的挑釁 也是很嚴重的 當然剛才聽眾有提過曾建超的情況 但是除了曾建超的情況之外 我相信還有很多很多無數的情況 是示威者的確對警方那種辱罵 和挑釁的情況是難以想像的 據我亦去了解過 所以我想有些事情就是說 如果想大家的社會能夠修復好 有些事情我相信在社會上 甚至示威者自己都應該要檢視一下 為什麼他們去到用這麼嚴重的挑釁 會引伸這麼多這些情況發生 我覺得大家都要反思 在這方面 在這一點上 我覺得香港過往 我們示威遊行一直被稱眾 就是能夠雙方都保持好克制 所以我們都覺得 你通過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 其實是最能夠尋找到 民眾的支持 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覺得 無論是警方固然克制 我們都希望能夠 繼續以和平理性的方法 給予我們的意見 好的 今天早上多謝三位 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